还没手术前 90岁阿公脚马走不远 没走几步就不舒服 加上左眼失明 平衡感不好容易跌倒 50步 100步甚至100公尺 他就开始脚会马 马得越来越厉害 马到不休息都不行 那这个是标准的间歇性剖刑 病人的这个 这个是侧面罩 有很多的骨刺在这个地方 透过S光盒子共振详细检查 医师发现阿公脊椎每一节都长骨刺 腰椎四五节神经压迫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旁边的骨刺 把它清掉 让这个病人的这个神经孔 回到这么大 然后旁边的这些骨头 都尽可能把它保留住 不要去破坏掉 传统手术打钢钉放支架 破坏性大 大龄刺激医疗团队 进行内视镜脊椎手术 做了比较大手术的时候 它可能会影响到稳定度 一定得来要打钉子 回创作方式做的时候 保留很多原本的这个骨头 那就可以维持它原本的稳定度 内视镜脊椎手术清除骨刺 保留最多自然骨骼 避免置入过多的人工物 微创手术对身体伤害小 手术后疼痛大幅改善 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 秋冬季节呼吸道疾病